沒錄到捏 那個有吧 那個沒錄到 這個有 用這個吧 No 我們H6放在這裡 完全沒錄到 靠 大家好 我們同時講話 大家好我是Bio 我是Conic 我們走陰路續拍了一年 一年 快一年了 謝謝我們 20位 20位 感謝20位忠實的觀眾朋友持續收看我們的節目 今天的話題比較沉重一點 好吧 雖然也不是個告別 但是就是一些小小的 Announcement 我們的Bio要當兵了 我的頭 我的頭好涼喔 好熱啊 我要去當兵了 所以Colin 可能要一個人 每個禮拜上一支片 可能沒辦法 雖然我們會有同學 就是陸續來支援幫我們 但我們還是會固定上片 就是應該不會像一個禮拜上一次 然後 我們頻道本來想要放每個禮拜都拍一些 就是故事啊 劇情片 但是因為 拍劇情片 就有故事的劇情片要寫本 然後又要找人拍攝什麼什麼的 離一扣扣的 真的會花費很大的 而且是我們沒有的時間 跟精力這樣 然後所以後來我們就 就是我們找到另一個 我們也覺得都蠻好玩的方法 就是可以找演員 就是一些拍片幕後的 幕後或目前的人 可能就是演員朋友啊 或者一些導演來跟我們一起玩作遊 然後 順便聊聊天 我們覺得這樣蠻好玩的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 為什麼作遊呢 除了我們覺得可以娛樂大家之外 還有娛樂自己 因為大家 找來的人都蠻喜歡玩作遊的 另外一點就是 因為 我在大專的時候 我上一堂課 那整堂課的老師就玩狼人殺 那個時候狼人殺 還沒有現在那麼的火 上完課老師就說了 說你們應該在想 為什麼我們整堂課 就在玩狼人殺 這堂課的目的就是 其實 玩遊戲跟講故事 跟寫劇本 其實很像 就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要 達成的目的 然後途中也會有反派出現 因為跟你 一旦跟你目標不一樣的住 會跟你形成衝突 然後我覺得這樣其實 也蠻好的 我們大家一起 一種說故事的呈現 對 所以我們也特別喜歡玩 從前從前 因為它是最 極端的 說故事的一種 它就是在說故事 它就是要逼你說故事 真的如果有什麼想要看我們玩的 或是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作遊的呈現 因為有時候 我們也很想要玩不一樣的作遊 但是因為 在 就像他講嘛 就是要呈現出來那種故事感 或是有趣的感覺 比較 讓大家可以看得懂的 其實作用其實不多 其實如果 觀眾你們不介意 你也不介意的話 如果我當兵 還是有時間的話 這種系列還是可以比較持續做 只是可能 放片啊 或是 拍真的劇情的話 就會比較少一點 對吧 而如果觀眾朋友你們有想要看我們玩什麼樣的作用呢 或是你們喜歡什麼樣類型的作用 你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會非常開心 我藉此機會想要感謝一下一些我們的非常小數 但是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粉絲 就是很感謝你們在陸陸續續在跟我們說怎麼樣拍 會比較有興趣啊 還是你們想要看什麼樣的故事啊 這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故意 你們留留言我們都已經看得到 因為 沒有什麼人在 要哭了是嗎 好慘喔 然後就是這樣吧 這大概是告知大家一下我們 未來有可能會怎麼樣 還有 為什麼朋友後面會比較少出現 還是有可能會出現 畢竟你知道現在台灣的國軍 我是去當替代 一年大家 一年 好謝謝 你們再會 好沉重 不會吧 好走 謝謝 你看 Hol 可以 算你 開櫻子